据台湾媒体报道,震惊韩国演艺圈的朴友天性侵案今天起诉结果出炉 由于没有明确证据,朴友天获判无罪 根据SBS新闻报道,朴友天被四名女子控告性侵害 但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,这些女子都表示没有被性侵,也没有遭强迫 而先对朴友天提告的两名酒家女,警方将处以诬告罪名 最先声称自己遭到性侵的理性酒女,因为私下连同男友向朴友天勒索一亿含园 因此连同男友被警方以恐吓罪名申请逮捕令 朴友天到此刻说正式摆脱性侵盈云,反而成为被害人 该消息爆出后不久,说而警方就予以了否认 称警方至今一共传唤了五次票天,接下来还有可能再传唤他一到两次 目前警方对此案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